专家,中美对话现新迹象,北京明显准备更多让步,美中第二轮外交安全对话,日前在美国华府举行虽然双方分歧明显,但有专家学者和媒体期待双方在解决贸易冲突方面能有所进展,他们认为这次会议的最新发展迹象显示,北京准备在贸易问题上,做出明显更多的让步。 广告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麦克帆比尔及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9日在美国国务院会面后一同见记者《海峡时报》11日报道,这个由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事委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国防部份魏凤和, 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组成的2加2对话平台,本身已经是一个正面信号,报道认为此次对话,虽然中美双方旗舰明显,但仍升高了大陆专家学者和媒体。 对双方解决贸易议题,有所进展的期待他们说,尽管中美双方对台湾、南海等议题的立场迥异但双方都强调合作的重要性。 也同意建立缓和军事冲突和沟通的架构。 杨洁篪说,中方希望与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彭佩奥表示尽管存在起见,美中的合作是必要的,美国寻求中共在朝鲜核问题上,和伊朗核问题上的合作它还强。 调美中两军加强交流的重要性,他说这样的交流,能在危机时减少冲突。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次会议是中美严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可能缓解的最新迹象。 报道引述北京学者王辉耀的分析,认为此次对话是非常正面的信号,对解决贸易争端有帮助新加坡学者李明江副教授说, 新进的发展似乎显示,北京准备在贸易问题上,做出明显更多的让步。 新让步有一部分可能在某种程度,尚能安抚美国人满足他们的需求。 此次中美外交和安全对话,是在美中贸易战火持续升高的背景下召开的。 双方对贸易战问题,也进行了交流仰杰迟说,双方支持双方经济团队加强接触, 就双方关切问题开展磋商,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双方均表示,此次对话是为中美首脑,在G20崩会会晤做准备。 蓬佩奥坚信两国元首的会晤一定会取得实际的成果。 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之前,中共官媒将其描述为修补双方关系和解决争端的机会。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近日在新加坡,出席一次国际会议时也表示中方准备好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贸易解决方案。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将于11月底在阿甘廷举办的20国集团高峰会上G20进行双边会谈。 7日中午川普在白宫举行新闻会上谈到美中贸易战时说美国在网上走中国经济在下滑。 我不希望他们下滑。 我们川普和习近平将举行一次很好的会议,我们将会尝试与中方达成协议,因为我希望和习主席以及和中国都有良好的关系。